Hello 大家下午好 我是你們今天下午的主持人 我是小田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今天的課程 在開始之前呢 也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的課程是關於 等我分享一下我的 screen ok 今天的課程呢 主要就是中文的產權總讓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Presentation at Land Office ok 我們這個土地公司 我們Malaysia的那個Land Office 所以有不同的Land Office 每一個state我們不同的州呢 有不同的Land Office 那 我們不同 那個不同的州也是有不同的規矩 所以你要看你的Land Office 比如講如果你的這個房地產是在Selango的話 那你就會去Selango的Land Office ok 所以如果是你的房地產是在KL 那你就必須要去KL的Land Office 這樣子的意思 ok so 有什麼文件必須要給的呢 我們看下一個slide ok 這些就是我們必須要準備的文件 ok 首先第一個我們必須要給他們一個certified true copy of他的IC 或者是passport ok certified true copy就是講那個 我們這個我們的律師 通常他們會簽名講這個 我已經看到了這個original copy then我certified that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true 一個 這個是一個copy of那個original copy so 另外一個步驟呢 就是第四個步驟 stamping stamping就是你要付印花稅 在這邊你就必須要付那個印花稅 所以這個印花稅呢 你可以submit online 或者是你自己本人去stamp ok so 可是通常現在都是submit online 就比如剛才我跟講一樣 那個買賣合同也是一樣 都是submit online 因為mco的關係 然後下一個這個就是 這個是比較重要 當全部agreement都stamp了之後 哦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當你stamp那個agreement的時候呢 在這邊stamping stage的時候 這個stamping不是10塊錢而已 這個我們必須要知道就是那個 stamping of你的loan agreement 就是你的第一個agreement 就是你的第一個agreement 我們有講到嘛 剛才還有三個agreement loan agreement deed of assignment 然後還有那個power of attorney 那個授權書 so第一個loan agreement呢 它的這個印花稅呢 是0.5%of你的那個facility amount ok 0.5%of你的facility amount 今天就先這樣到這裡了 就謝謝大家 大家再見 然後stay safe大家 stay home stay safe bye bye 謝謝jessica bye bye 謝謝大家 bye bye 拜拜 謝謝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